大家好我是你們的小豪哥哥也是你們的捧把鼻喔 其實這幾年有一些朋友或是媒體同業 碰到我的時候是會勉勵我 還是希望我能夠持續保持最好狀態 擔任所謂我們產業線記者的顏值擔當 是梁靖茹給你的勇氣嗎 除此之外呢另外還是會問了一個問題 那就是我的工作也越來越多元啦 沒錯 其實除了一般的文字寫作之外呢 十年前左右吧 我就開始把自己相關一些的新聞照片 完全也是由自己來去做完成啦 大約有八九成左右 這一部分的照片都是自己獨立完成 所以呢再到這幾年又開始走入影音啦 當然對於電腦的需求也越來越高囉 這一次我還蠻開心的就是微星喔 這一部分它特地借出了 P100的桌上型的創作者桌機之外 另外也借出了PS34EWU的 所謂創作者的顯示器啊 讓我能夠做整體的一個體驗跟測試 來比較我之前所用的電腦系統 那至於它的整體表現符合我這個 產業型媒體的顏值當當呢 那就讓我們看下去囉 P100呢採用10公升的容積設定 那外觀的設計呢 相當的簡約俐落啊 那不論是烤漆的部分 還是到LED發光的表現喔 完完全全就可以添增它的質感 那相關的一些介面呢 也是給滿給足啊 整體來看呢就是屬於一個 小而美而強的一個整體的一個 效能設定 再來看到PS34EWU 創作者顯示螢幕啊 那可以看到呢相關一些所謂的 上下作動還蠻順手的 蠻符合人體工學 另外整體的外觀呢 可以說跟PA100 完完全全可以做到一個 所謂的桌上空間的融合感 那基本上呢 該有的介面另外呢也是不錯 那相關一些的技術支援呢 那麻煩就看看字卡囉 在使用PS34EWU之前 我們一定要照微星的官網去下載 它的Creator OSD 那這一部分的使用方式呢 其實還是必須要透過 就是主機跟螢幕之間要用USB線去做傳輸 那我們打開介面之後呢 就可以發現 WOW Adobe RGB 或者是到SRGB HDR 還有相關的一些螢幕 或者說用色勝地 全部都在這裡可以做到一次的微調 另外呢 我們看到就是還可以做到分割的視窗設定 基本上非常的方便 那我們再看後面 還有更厲害的地方就是 相關一些滑鼠啦 設計以及 第二螢幕這一部分的設定 也可以在這OSD裡面去完成 可以說整體來說 它是一個非常非常強大的螢幕設定軟體 然後我們看到Creator Center 就是微星對於創作者所設計的 專屬的監控介面 因為之前我們有做多相關的一些介紹 那幫幫幫看我們上面的訊息連接 就可以知道這介面相關的功能囉 在我們這邊看到的就是 MISTRY LIGHT這一部分 也是有導入到這次 P100的主機當中 所以主機的LED的光源設定 也可以透過這個軟體 去做完完整整的一個介面設定 再來另外更重要呢 有支援MISTRY LIGHT的周邊 也可以跟著一起 舞動光源 還蠻炫炮的 好啦在跑分之前 還是用CPU-Z 我們這次P100採用的是 I9900K 14奈米 CafeLay這個處理器 是屬於高階的處理器 那快學的部分 大家看看 主機板的部分 維新制加主機板 記憶體的部分 這次是給到64GB到滿了 基本上是採用32GB 加32GB 神送的記憶體 我們看到我們這次顯卡 就2080TI 基本上就是一個 高階的一個設定規格 來喔我們現在看到 PC Marten的部分 跑出來的分數 不要嚇死你啊 他領先市場 99%的PC Notebook系統 這應該是我 近一年以來 測過效能可能是 最誇張的 所謂的就是 電腦系統 P100真的很厲害呀 再來3DMark Time Spy的跑分 也是 1、3、2、6、3分 領先市場 97%的PC Notebook 基本上這拿來做 一般的撞檔 或打擊 根本就在喝開水一樣 Cinebench R15的部分 在GPU 跑出來的分數是 157.29 這成績是非常非常 不錯 CPU的部分 也是拿到了 2015分 可以說非常的強悍 Cinebench R20的部分 在CPU跑分是 4596分 完完全全展現 Intel Core i9 9990K 這顆高效能處理器 該硬要有的表現 真的效能很強 再來我們來看一下 採用PS34EW 進行修圖的時候 我們出來的成品 跟我採用 一般的 所謂就是 電腦 所用出來的面板 設定出來的照片 整體來講的差異性會如何 所以我們這次用的 相片大師 來跑一下 設定一下 看看呢 我等一下出來的照片的感覺 樣色 樣貌 會變成什麼樣子 來做個比較 相較之下 右邊採用 PS34EW 所修正的照片 基本體 左邊 一般的面板 顏色 發光更好 最後來測試一下 所謂的轉檔速度 這次我是用 5個紮紮實實的 4K檔案 集結成 5分鐘的影片 那這是我應該 測近期創作者 相關系統 用最嚴苛的方式 來對於這一次 我們PE版的效能 去做設定 因為我把它狂炸了 一堆所謂的 3D塗層轉檔 還有該有的特效 我全部都要故意 塞得滿滿的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同樣 轉出4K檔案 會花了多少時間呢 那就我們看下去囉 哈哈 有沒有嚇到了吧 嘿 他只花了10分鐘的時間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 一堆轉檔特效的 4K 影片檔案囉 效能真的很厲害 多数個 Winx 又到結尾了 P100它整體的效能基本上我們就不容忽視 尤其這一次我們測試的又是最頂規的它的產品系列 所以不管你今天是長時間使用4K影音去做創作的創作者 基本上你應該這三四年不需要去做相關的一些效能升級 或說做到產品更換 除非是未來8K短時間之內趕快進到市場成為主流 這才有可能你會想要更換它啦 另外呢PS34EWU最特別的一點跟P100整體構築 所謂它的OSD的軟體 它確實可以發揮到極大值的所謂的影片或說圖片的一個校正 因為這個介面我們大概有看到 這真的是給的非常寬非常廣 如果以專業的所謂的影音創作者圖形創作者來說 這絕對完完全全是符合你的需求 偶爾打打小game也覺得很爽啦 所以整體來說你要我要給它幾分呢 基本上無法給它幾分 當然成為你的需求那就是永遠的100分啦 好今天就是我們吃喝玩樂幫大家來所謂的測試的 整體是維新創作者桌上型電腦系統 那後面我們來再幫它測試什麼樣的產品呢 那不然請關注我的頻道囉 OK 拜託